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來的話 我是Cynthia Welcome 今天其實就想輕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買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我買都是很實用的東西 但是究竟值不值得實不實用 也讓大家來定奪一下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MAC的粉餅 它是超持妝無暇粉餅吧 我買的是NC30 最近我之前看到那個誰 Julia有在合作這個產品 然後我私下問她 她說其實用起來是真的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去櫃上試了之後 我覺得她的粉質很細 然後因為我現在比較少在用粉底液 所以你可以看我今天完全只有用粉餅 加上我本身比較偏 就是混合偏一點點油 所以用粉餅對我來說 不太會有過乾的問題 我反而覺得妝乾很自然這樣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粉底液啦 氣墊粉餅啊 粉粉反正就很多粉啦 所以你說我真的需要它嗎 我不需要 你說我想要它嗎 我很想要 下一個戰利品 我在11月底的時候 有買了一個手寫字體 就是我可以應用在 不管是影片中啊 或是其他的用途上 它是一個叫做梅怡的作家 就是寫的字體 而且之前在工作上面 其實有接洽到這個字體 然後我自己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好想要喔 我覺得有一個一次性的付費以後 可以永久使用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同事說傻眼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字體 它應用上來是什麼樣子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 之前有一支影片是在講 美國大學籃球賽的影片 那裡面是我第一次使用 那個字體上字幕這樣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會把今天提到的東西 如果有網址 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給大家做參考 嗯 再來第三個就是香水 上次跟公司去泰國 員工旅遊的時候 就有聽說 在泰國機場買Jumelon 是比較划算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跟朋友一起去逛 我那個時候就挑了兩罐小的 一個是他們的熱門款 是English Pear 然後一個是Honey Suckle 那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English Pear 我還可以接受 但其實我不知道那時候 為什麼我會買那個Honey Suckle欸 我覺得Honey Suckle 現在我聞起來有點像廁所方向劑 那個時候其實真的還蠻划算的 我記得一瓶換算下來 好像才1700還1800 不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搞不好可以給我解這樣 就不要浪費 再來下一個要分享給大家 哇這個我最喜歡了 就是我近期買的LINE貼圖 那你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話 你就會知道我非常喜歡買貼圖 對我就是那種會花很多錢 在貼圖上面的人 好我先說 Ian Sorry I am filming a video I will scan you with stickers 好 我昨天買了這個小人的貼圖 那我看上它呢 是我看上這個就是 這樣子的姿勢 還有這個OK啊 還有Cheers的這個姿勢 然後昨天還因為朋友的介紹 我找到這個Do Nothing Man還是什麼的 然後 我是覺得它超可愛這個 再來呢 是我近期真的超級喜歡用的 就是這個 神奇寶貝系列 就是有這個Fascinating 然後我最喜歡這個 來來來來來來 Squeeze 這個 我也覺得很可愛 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就是 OK 這樣 這個是我們公司影像部 同事出自己出的貼圖 像這個 這個就很適合 有沒有提案 然後就說 最後一版最後一版 這樣 我最近還買了 兩種那個長輩貼圖 一個是什麼 你看 朋友周四愉快 祝福寬恕別人便是寬恕自己 嗯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我也是被朋友燒到之後買的 真是的有夠亂來 先一旁休息去 總之 先說聲對不起 然後這個檸檬的也超可愛 然後我最常用的就是這個 旋轉的檸檬 我覺得很棒 我其實還有買了很多其他的貼圖啦 不過我今天就先分享到這裡 下一個呢 也是我之前在影片裡面有提過的 那就是我的 彩虹旗 咦我是不是很麻煩 沒有 我支持婚姻平權的棋子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的事情 如果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但我的立場其實很簡單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平等的去愛一個人 然後也可以平等的 能夠跟自己愛的人去結婚 然後走一輩子 我就還蠻期待接下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繼續往前 繼續往前進步 然後 廢 再來呢 是我昨天買了一雙短靴 我會買他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想要買一個 比較 微正式的鞋子 然後 看起來就是很sleek 很俐落這樣 昨天啊 因為我先到家嘛 然後我媽一回來 她就跟我講說 你今天是不是用去買鞋子 那我就說 知女莫若母 我不是太有fashion sense的人 但是我自己覺得 穿這樣子有點尖頭 然後是到急懷的這種短靴 是可以讓你 不管是穿寬褲 或是牛仔褲都有一種更俐落的感覺 但你覺得 它有值得三千多塊嗎 我自己覺得三千多塊有點貴 不過因為它是一家 我就是還蠻喜歡的鞋子品牌 叫Coco 他們家鞋子真的是穿起來還蠻舒服的 所以 我昨天看到覺得很喜歡 我就買了 後來回家想一想 天啊我這樣三千塊塊就不見了 那我們進入到最後一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我今天買的 所以我裡面最實用 然後我覺得買來最驕傲的一個 登登 它是一個非常長的充電器 你看 還有多長 你知道買這麼長的充電線 好在哪裡嗎 一晚上在充電 就是躺在床上有沒有 然後就這樣翻來覆去的時候 你就是不管翻哪一邊 你都可以同樣再充電 而不是有一些 可能再短一點的充電線 你就是可能就一定要非要 窩在一邊才能用 你懂那個意思嗎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的經驗 就是我現在很難叫Merry 加上我覺得充電牆 其實對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啦 畢竟你活動的範圍就可以比較廣 你看我從那邊 All the way to here 今天的戰利品大家就分享到這裡 我其實沒有非常喜歡 花時間在購物上面 通常都是我真的有需要我才會去買這樣 不過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簡單的購物分享 其實我在想 是不是以後 可以做一些像這樣子的影片 就也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想要看 可能真的很廢 就像今天的影片 超廢 但是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坐在地板上呢 是因為 呃 陽光的關係 加上我覺得坐在地板上比較 不拘謹這樣 然後我甚至還穿了瑜伽褲呢 其實這算是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啦 因為我是生日的那一天去櫃上試的 然後就馬上訂下來了 那我不得不說 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Pioni這個味道